蒋琴琴当众给刘涛下马威 揭开无悦难言之隐 陈建斌信里早有暗示 说到娱乐圈里的模范夫妻 蒋琴琴和陈建斌也算一对 两人结婚15年 一直都很温爱 之前更是参加了幸福三重奏 向众人展现出了 他们相濡以沫的生活 可就在近期刚开播的七旅五中 夫妻两人却一改往日的甜蜜形象 尤其是蒋琴琴 不仅在节目中给陈建斌甩脸子 更是直接当众给了刘涛一个下马威 这一场景也是惊呆了众人 什么情况 这俩人还有过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要说蒋琴琴和刘涛 两人虽然之前有过合作经历 但是之后的发展 可以说是各走各的 并没有什么交集的呀 蒋琴琴自从和陈建斌结婚后 就已经淡出了娱乐圈 而刘涛在复出后人气大涨 一度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女主角 按理说 两人之间的接触并不多 况且作为老前辈的蒋琴琴 在这样的场合 和刘涛说出这样的话 实在是有些不合时宜吧 即使蒋琴琴出言不逊充满的针对性 一脸猛的刘涛 还是笑脸相迎 直到节目结束单彩的时候 刘涛都有点难以置信 和自己并没有多数的蒋琴琴 为何会对自己发这么大的脾气 只能说 当时的蒋琴琴 可能心情很糟糕吧 在和刘涛火药味十足的对话后 一样没有放过自己的丈夫陈建斌 直接冲陈建斌甩脸发脾气 只见众人在爬山的时候 陈建斌好意上前提醒老婆脱掉外套 不料蒋琴琴非但不领情 还会对陈建斌干嘛假模假样 看妻子情绪不太对的陈建斌 第一反应就是上前沟通疏导 然而蒋琴琴并没有理解的意思 甚至充满了对节目的排斥 最后更是萌生了退出节目的想法 直言自己不适合参加这个节目 拿老婆没办法的陈建斌 最后只能带蒋琴琴先回去休息 节目一经播出 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 蒋琴琴这未免也太任性了吧 不想来你倒是别来啊 一开始又不是不知道 有刘涛在 来了又说不想来 还把人家刘涛搞得那么尴尬 也有网友疯狂吐槽 蒋琴琴这哪是来秀恩爱的 这是来闹离婚的吧 更有网友开始深挖猛料 直言蒋琴琴能和陈建斌在一起 完全是因为当初插足了吴越和陈建斌的感情 因为节目中的不当言论 引发了这一系列的猜测 甚至连陈建斌的陈年旧事都被重提 在旧事中最引人注意的 就是女主人公吴越 吴越自从出道 至今二十来年 虽然演技很在线 但是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 也不炒作之类的 一心钻研着自己的演技 被大众认识 还是在我的前半生中 这个时候的吴越早已不再年轻 但是他在剧中的零零一角 演绎的可谓是深入人心 每一处细节都把握得恰到好处 其实早在我的前半生之前 吴越就已经出演过很多经典影视作品 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他演技的打磨 也正是因为吴越的低调 使得他在出道之后 一直就是不温不火的状态 在一些娱乐性的新闻中 更是看不到吴越的身影 但其实吴越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只是鲜少有人知道罢了 这个对象就是蒋琴琴现在的老公陈建斌 两人在一起将近五年 那个时候的陈建斌 在娱乐圈就是背景板的存在 然而吴越却已经是获得了金英奖 最佳女配的人 很显然 单从知名度来看 那个时候的陈建斌 是远不如吴越的 除此之外 吴越外形亮丽家境优越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典型的白富美 两人之所以会有交集 还是源于影片 菊花茶 那时陈建斌在拿下话剧界的金石奖后 来该影片中客串 于是一来二去认识了吴越 被吴越深深吸引的陈建斌 在这之后疯狂地追求吴越 最后在陈建斌的穷追不舍下 吴越答应了陈建斌的追求 两人在一起之后 陈建斌的事业依旧没有什么起色 于是身为女友的吴越 几乎动用了自己身边所有的资源 来给陈建斌事业上的帮助 换句话说 在陈建斌事业低谷的时候 都是吴越在陪着他帮助他的 也正是因为有吴越在身边 陈建斌在2003年 争取来了机会 因为何徐帆合作了 结婚十年 陈建斌开始在演艺圈展露头角 凭借着剧中的角色一炮而红 同时一举夺得精英奖 飞天奖的最佳男主角 不可否认的是 陈建斌的成功 离不开吴越的帮忙 然而就在大家羡慕两人的感情时 陈建斌却给吴越留下了一封分手信 或许是一直以来的压抑 使得陈建斌有些喘不过气吧 吴越本就家庭优越 自己也很出名 再加上上海女人的那种精致高要求 反观陈建斌家境事业都不如对方 或许在恋爱的几年里 陈建斌早就难以忍受 所以才会在这个时候 没忍住爆发 在这之后两人的感情也不了了之 吴越并没有吵闹 也没有挽留 就这样两人结束了五年的爱情 分手后的陈建斌 事业倒是越来越红火 感情上也迎来了又一春 在拍摄乔家大院的时候 陈建斌遇到了 现在的妻子蒋秦秦 蒋秦秦比陈建斌小五岁 当时虽然年龄不大 但早已是炙手可热的女演员 尤其是在环珠格格中的古装扮相 更是收获了一众男粉丝 获得了古装女神的称号 据说起初在剧组的时候 蒋秦秦和陈建斌并不来电 甚至还会因为演戏起争执 严重到剧组的工作人员 时不时就得出来当和世佬 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最后竟然会走到一起 成为恋人 两人在一起源于乔家大院拍完 陈建斌因为话剧上的成就 深深俘获了蒋秦秦的芳心 该剧合作结束之后 陈建斌就对蒋秦秦展开了攻势 不是互留信物 就是写浪漫情诗 总之你能想到的追女孩办法 陈建斌几乎都尝试过了 也足以见得他对蒋秦秦有多喜欢 没过多久 蒋秦秦变闻献在陈建斌温柔的攻势下 两人在交往三年之后 陈建斌正式跪地求婚 两人过上了生儿育女的生活 蒋秦秦在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两人参加的幸福三重奏 节目中的两人俨然一副老夫老妻的样子 时而甜蜜时而吵闹 不过真正的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 生活哪来那么多甜言蜜语 这样的平淡才是常态不是吗 看着两人相濡以沫的样子 不免有点质疑之前网友说蒋秦秦插足一事 的确 吴越和陈建斌有过五年的感情 陈建斌草草结束的行为 也有些寒心 但是这不代表蒋秦秦就是插足的 或许就是陈建斌在离开吴越后 又对蒋秦秦心生爱意的呢 一直以来背负小三的骂名 似乎对蒋秦秦也有些不公平 尽管蒋秦秦一直都有成情自己没有插足 但是网友们还是不愿相信 如今吴越已经年近半百 依旧没有结婚的消息 使得很多网友们也是纷纷为他打抱不平 当年陈建斌的那封分手信 早就说明了一切 至于究竟蒋秦秦有没有插足 那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现在人家夫妻两人好得很 至于刘涛在节目中 也是被迫成为了蒋秦秦发泄情绪的炮灰 多少还是有些憋屈的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幕 相信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了 而吴越之所以一直未婚 或许是还对陈建斌有一丝留恋吧 不过我觉得更多的 应该还是没能再遇上合适的人吧 大家觉得这几个人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爱恨纠葛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或者关注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